好 回到我們的就位JK 接下來是 JK大明星 今天JK大明星 就是寶兒的獨家專訪 獨家 對 那個寶兒是第一次來台灣辦演唱會 但其實我是第四次跟寶兒做訪問 那訪問有沒有比較熟悉 我覺得我很感動 因為距離上一次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對 那我記得我們要訪問寶兒的時候 寶兒一走進來 他就這樣子一直看著我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害羞 想說你是在看什麼 後來他就跟工作人員說 我…我見過你啊這樣子 對 當時我就覺得還滿虛勇的 對 讓他記住 真的也滿難的 我覺得滿不容易的 對啊 對 那今天我們的就位JK 就要讓大家來看到這一段 寶兒的獨家專訪 來 請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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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是IGK真的非常的開心 各位朋友讓我們一起歡迎BOA 好一位 好久不見 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歡BOA 終於第一次在台灣 要辦他個人的演唱會了 大家非常的期待 這一次的Special Life 這一次演唱會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要跟大家分享嗎 首先 因為在外國的演唱會 所以很多人 都可以看到BOA的所有演唱會 最初的演唱會 這次演唱會其實不是我第一次看 我之前也曾經在日本看過BOA的演唱會 我當時就想 你真的要來台灣 終於讓我們等好久等到了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第一次在外國的演唱會 是因為台灣的演唱會 所以我非常期待 我非常期待 而且很期待 那一段時間 在從出道一直到現在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些事情 對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包括戲劇的演出 真的是非常少 我記得有在電視劇裡面演過 就是大明星的角色 然後 前陣子也到美國去拍戲 拍電影 然後 有時候我會看 BOA在網路上 會跟大家分享 她看韓劇的一些心情這樣 好像很少參與戲劇的演出 對 演唱會 我準備好 我準備好好的作品 我準備好 有沒有什麼風格的戲 可能是BOA非常想要嘗試 我會想要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那你最想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我會想要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那我會想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比較重要 某個角色 但他想要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我會想挑戰一下 某個角色 所以我發現 某個角色 其實非常喜歡看韓劇 那有什麼角色 是你最想要挑戰演出的 你應該知道劇情的劇情 對 對嗎 對嗎 對 我覺得是有趣的劇情 我覺得是很... 很舒服的劇情 很舒服 我覺得是有不同的樣子 是的 好 我們也期待在戲劇上的未來 可以看到寶兒更多面不同的演出 其實在這個SM的家族裡面 寶兒真的是資深的前輩 平常跟這個後輩的感情好嗎 太喜歡了 關係非常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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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親哥 朋友 對 所以有這樣子的朋友或者是前輩 我相信SM家族的這些後輩的藝人 大家都會覺得非常的幸福 既然是這樣 你們平常會有一些互動嗎 其實 很忙碌 所以 有很多時間 他們很忙 他們很忙 對 他們很忙 很忙碌 所以沒時間 我發現寶兒的中文講得不錯耶 很忙碌 而且你也聽到他主要表情 好厲害 他現在把所有他會的都擠出來 很忙碌 很忙碌 聰明 聰明 對 好 所以我們來玩一個遊戲好了 就是 在寶兒眼中的 SM家族的小遊戲 我們來會 問寶兒幾個問題 好 在SM家族裡面所有的藝人啊 你認為最帥氣的男藝人是誰 個人的 舞台上 舞台外 舞台外 有個漂亮的男藝人 是 雲翁 的 下次我訪問雲昊的時候 我要把這段剪下來給你們 他一定會很高興 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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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這個SM家族的藝人裡面 你覺得誰最可愛 現在 年輕的男朋友 所以 我看過的時候 都很可愛 所以大家都有說 每個人都很可愛 好啊 其實真的是 台灣所有的粉絲 歡迎你 然後我真的很開心 寶兒終於在台北辦演唱會了 所以最後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 所有的粉絲來講 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 首先我已經很久以前 在台北辦演唱會 而且我第一次 在台北辦演唱會 台北辦演唱會 在台北辦演唱會 在台北辦演唱會 雖然你們 一直都忽然 忽然 都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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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是 我們今天很高興 而且我們非常謝謝 寶兒來到我們的 既然JK 開啟啟啟啟 謝謝